主要是健脾化痰 稍作以清热活血 稍微清清热 热清就不是太重啊 同时呢 稍微的清热活血 就可以了 你的汗就可以 就不怎么出了 好了我已经开半个月的啊 汗就差不多能止 睡眠是入睡困的 还是梦不睡 入睡困的 晚上老睡 醒了就睡不着 再睡的话 梦多不 倒不是做梦啊 睡不着啊 就还是有热 卖是个节奈卖 卖肯定有心理市场 睡眠不好呢 主要是谈热 然后心脏 主要是睡眠不好 是吧 你的睡眠不好 但是除了 看呢 就是现在倒汗 白天也 自焊倒汗 是吧 这种情况多少年了 平常是热的 这个情况 饭了你也有的话 自焊倒汗的话 你肯定是啥里边有热 你这个热 它并不是虚而出现的汗 一定是里边有热 既然是你的倒汗 也是热来的 因为你舌头是厚腻的 里边呢 它有点豪华 就说明你有痰 有湿有热 有湿有热 就是说 阳家于阴为止汗 但伤肺里边有点热 同时呢 汗为新准业 所以刚才来了 我问你胸闷的闷的 其实止汗呢 分为几种呢 第一个呢 汗呢 就是我们气躯 就感觉乏力啊 然后容易感冒啊 表虚不顾那种汗 这一个 第二个汗呢 就是我们 营味不合 所谓的营味不合呢 就是有点 那个感冒的地方呢 发热汗 还有一种汗呢 就是我们的食热 大便干 下入超热 然后呢 大汗给你 还有这汗呢 就是倒汗 倒汗呢 分为一个阴虚 一个血虚 从它的舌头来看呢 它是直热 它有弹 有湿 有热 同时它很有血液 因为舌头是暗门的处 新职业为汗 它的新阳部阻 它也会容易出现 阳虚 倒汗 阳虚 自汗 主要是健脾化坛 稍作以清热活血 稍微清清热 热清就不是太重啊 同时呢 稍微的清热活血 就可以了 你的汗就可以 就不怎么出了 好了 我已经开半个月的啊 这个汗就差不多能止 只要是 把里边湿清一点 把热清一点 第二个呢要活血 把你的血脉活动起来 热自然 能够消失了 同时加一点补气的 补气就能固色 防其白猪腹林 就是呢 健脾一肺 因为我们表层的一个皮肤啊 是肺主皮毛 皮主肌肉 凑理不顾 它才出现汗嘛 同时又加了一点私音的 因为它有造汗 其他对单身和当归来养血 因为你这个心脏 确实有点血运血运气 因为你也是出了这么多汗 你能抽一点的私音 因为汗为新职业